现在正是吃蒜苔的季节 新鲜的蒜苔你不要老是炒着吃 是这种腌制的方法 学会了人人夸你是大厨 专业厨师专业技术大家好 我是唐光燦 又到了春天吃蒜苔的季节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腌制蒜苔的方法 那么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本期课程中所需的材料 蒜苔 白酒 精盐 水 陈醋 生抽 冰糖 八角 花椒 姜丝 小米辣椒 准备好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来开始操作 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蒜苔的头部去除掉 去完蒜苔呢我们用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呢把它放在漏勺上面 把这个水控干 有生水呢就不容易长时间保存 所以呢一定要把它晾干 好这个水晾干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来将它改刀 切成2-3厘米米的成段 切好的长段呢放入容器中备用 我们再将红的小米辣椒 写刀切开 这是提前切好的姜丝 这姜丝呢切的粗一点 那我们将切好的蒜苔呢加入精盐来腌制 将它腌软腌出里面的原汁 加这个盐的量是按照一斤蒜苔10克的盐 加入盐之后呢我们用手将它焯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2-3个小时 好那个在我们这蒜苔呢在腌制的同时呢 我们来熬制这个汤汁 因为这个汤汁呢要冷却了之后才能泡 所以呢这个汤汁熬好冷却 这个蒜苔呢也就腌好 首先呢我们点火 过中的水烧干烧热之后呢 我们将八角 还有花椒 加入锅中 不停的煸炒将那个八角花椒的香味呢 把它激发出来 这个时候呢咱们锅底这个火啊 一定要小 然后加入生抽 这样呢先加入生抽 能直接把这个生酱油的味儿把它逼出来 再依次加入橙醋 一定也有橙醋啊 香醋不行 清水 冰糖 再稍微的加一点精盐 先将卤汁烧开 烧开之后呢将它转小火 熬至八分钟 将里面的冰糖熬化 并且呢把这个香味熬出来 好了啊 这个蒜苔呢也腌制好了 下面出现了很多生水 这是蒜苔的原汁 将这个蒜苔呢抓出来 开之后呢将里面的水倒掉 再一次的倒容器中 加入小米辣椒 姜丝 薄好的卤汁 用手抓拌均匀 给它放在容器中 再把卤汁倒进去 稍微的溜一点白酒 消毒 用保鲜膜付出 放在保鲜冰箱呢 腌制12个小时 就可以食用了 同学们第一次在家做呢 需要注意下几点 第一呢就是蒜苔清洗过后呢 一定要控干水分 第二呢就是卤汁 一定要凉透 最后呢就是尽量 放在玻璃的容器中腌制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谢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